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弟兄姊妹 我们刚刚上一集就和大家分享了 我的40周年 这个献鼻神的生命树众角 我也觉得其实这个旅程 我们40周年 神给我们去一个旅行 邀请了Ann Lawrence 当然最后一对的夫妻就是 June Justin 他们在瑞士 不可以加入我们拍摄 但今集真的很想和大家 分享一下我们旅行里面的喜乐 和神真是怎样送一个 这么大的礼物给我们 你们也同时很享受 是的 很开心 平时你们有时两个人 你觉得这次六个人和两个人不一样 我觉得丰富很多 经历的事情都很不一样 我们平时两个人去玩 可能半天就会休息 睡觉 所以晚上出去吃饭 但与你们一起由早到晚都很丰富 又经历了很多神迹 对吗 是的 思慕的能量是青年木区的那种 所以 你是说我超级 你两个都退休了吗 对 因为有时候完全不及格 我觉得是很丰富的 我们旅行前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我们正确定 我们知道去哪个国家 但去哪些旅游点 其实我们不知道 哪里设计了酒店、B&B 也不清楚住哪里 所以每一天都真是惊喜 是的 是的 好像是随遇而安 无论如何都好 无论如何都开心 但是又真是神遇而安 是的 第一天已经很惊喜了 明明下机是好天的 走走走走的车 走雷闪电落大雨 冰雹 我说根本师妹 第一天就这么刺激 这么刺激 车也要停下 是的 我觉得 40年的熟悦 对 有些40年的缩影的感觉 对吧 即是有微风又下雨 又很平静的时候 但也有大风大雨 冰霍的时候 其实我们40年的走国 不是短的年日 其实也有很多这些 老婆 很低低 我又想分享 真的在去的第一天 冰雹、彩虹 到临走之前那一天 彩虹 又是彩虹 大雨 小限雷闪电 好像整个旅程 就是用彩虹包装 最后那一天 我们就去花园 是 去瑞士那些的去买花 其实好像花园一样 这么漂亮 入到去 好像去到天堂美地 我觉得很日而时 对吧 是的 是否很特别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以前就是 经常听到 师傅想见彩虹 就见到 今次是新历其境 我也一起见到 还要是双彩虹 最特别之处 我们在高速公路 我心想见到 但也很难拍 但又找到一个位置 是的 真的很经历 还有冰霍那里 彩虹这些 真是让我们见证 40年的四季 四季 是的 真的我们一见 后来去到 布拉格 又刚刚碰到 四季的音乐会 我们简直觉得 每个都很感动 我们每个都很感动 就是神那种 即是纪念 是 不少才没有过了 40年的日子 是 特别是艰苦的日子 是 我们过来都很感动 还有这个旅程 不断练开放大嘴鸟 是的 大嘴鸟是男人梅家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形象 我们代表圣灵 神的印记 所以神的印记 我们就 周朱都会找 在我们旅程里面 都遇见很多 是的 不断都有 是的 最神奇的 我们有一天 是去法国 是没有订到酒店的 不断地去找 找到一间 才会觉得 好像是这间 就着这间 是的 一进行车里面 真的 哇 就开门 有个大嘴鸟 在镜子里面 真的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 接着我们就 很大的喜悦 神同在 在我们的当中 整晚都很开心 对吗 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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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你们三个男人 还穿着一件 大嘴鸟的T恤 对吗 是的 还要你和 Justin 进到升降机 被人家差点误会 哈哈 因为你们是好兄弟 好兄弟 超有笑的 他以为我们穿情侣装 哈哈 去上酒店火 你们不断要解释 我爸爸不在 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 太太在找地方吃饭 很搞笑 连一些这么搞笑的东西 神都会加入我们这个旅程 给我们很多这些特别的感觉 幽默 兴奋 愉快 惊喜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 所以你们两个 一定要帮我们做一本 纪念的 一定一定 我们都很珍惜这个例子 是的 是的 甚至有些很特别的烟花的视频 捉到一些海深的视频 是 太美妙了 我觉得真是若果 我们继续信靠神 走在生命树的路上 好像我和牧师 这四十年 我们都坚持这样走下去 虽然经过高山低谷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放弃 阿们 我觉得神很祝福我们 很享受我们 阿们 给我们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旅程 很甜蜜 阿们 你所羡慕的 愿你一生亦都走在 神所喜悦的道路上 神必大大赏赐 赐福予你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你的后代 都要蒙福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